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赵佑 今天是照着我练的第四集 我会在这个系列一步一步带着你入门 告诉你正确的心态、训练跟饮食 假如你还没有看过前面的奇数 建议你先回去看一下 你会更了解这个系列要传达的内容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也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第一次上健身房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会做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每个器材都去摸一摸 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觉得自己的动作都不正确 或是觉得自己的身材很差 举的力量很轻 觉得大家都好像在看你 觉得很丢脸 我懂这样的感受 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 我第一次去健身房的时候 觉得旁边的人都比我厉害 我自己什么都不懂 好像都是乱练一通 觉得很难为情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任何事情都一样 没有什么事是天生就会的 那些你觉得练得很好的人 一样是从零开始 一样是从很轻的重量开始训练 然后一点一滴累积到今天 我知道很多人不愿意上健身房 就是觉得很害怕别人的眼光 然后去了一两次就决定放弃了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想法 光是你愿意每天都准时去健身房报到 我就觉得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每个认真训练过的人都知道 要长期这样坚持下去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你愿意每天克服自己的惰性 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你应该会自己感到骄傲 而不是丢脸 你真的应该做的是想办法 让自己赶快变强 现在网路非常发达 很多资讯你都可以查得到 甚至你在健身房都可以请教一些前辈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很乐意帮助你 我觉得很多人的问题 都是期待别人给你答案 你愿花时间私讯或是留言 也不愿意去自己找答案 然后亲身尝试 我很常收到的私讯或是留言 都是想要伸手要答案 一样的问题 你只要贴到Google搜寻 就会有解答了 甚至我也已经拍过影片解释了 可是你却不愿意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 老实说你很难说服别人 你是真的有心想要学习 你也很难说服别人 花时间免费帮助你 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 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只要你自己真正有想要改变的心态 就没有人可以学校你 只要是有认真训练过的人 对其他一样抱有热忱的人 都是很尊重的 不会无缘无故嘲笑别人 如果真的有这么无聊的人 你也不需要花时间跟他生气 我想有更多值得你花心力投资的地方 只要赶快让自己变强 专注在自己身上 那些声音自然就会消失了 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假如你喜欢这个影片 也请帮我按个赞、分享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关注我的粉丝团跟IG 那边会有更多照片 跟健身知识的分享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谢谢大家